我们所提到的 不过密教 即已无后观一说 我等大师久已成佛 今已此间四现成佛 已咒说则一多 故说大师化现成佛 非新成者 显密相共 因陀罗伯底王 虽已此大师教法中得大菩提 然无一教法中有二大师之过 已比实际虽已成佛 然已有情不共显示成佛事故 由日出土大师见属 有迷路等 这一段话 他讲了很多 不过他在讨论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很多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 他本身有三世的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所以他这里面所提到的 你不要看他本身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人 其实他已经得到过去是他久已经成佛了 现在他来杀佛世界只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已 或者是来游戏一番而已 那么他本身在天上也有他本身的一个果位在 他过去找成佛 现在报身在天上 现在人又在杀佛世界里面说法行道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这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由于此土大师见属有迷路等 这句话讲得很好 此土就是叫中国的地方 中土的地方 迷路菩萨 他也显现过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就是迷路菩萨显现了 富大师也是以前过去都已经是已经修正的佛 再到沙婆世界来 还有这个杜顺 杜顺和尚 杜顺和尚来讲起来他本身 他也是过去早就是已经是 已经成就成佛了 那么在天上也有他的果位 那么杜顺和尚又到了沙婆世界来度众生 这个都是中土的 也就是在中国的 杜顺和尚有很多的传说 在中国 他刚刚出生的时候 你说那个佛不讲神通 杜顺和尚神通多得很 他怎么样子神通 他刚刚出生 就有一个老太婆来 到他家来 不是老太婆了 老太婆已经没有奶了 化成一个普通的这个妇人来 来抠他的家门 他说他要 你家有新出生的baby 我要给他奶吃 我家刚刚生小孩子 你马上就知道要来给他奶吃 很奇怪 他喂她们奶 喂她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这位女士 她自然就飞升 飞到西空去 这是菩萨化现 给她喂这个法辱 法辱给杜顺和尚吃 这个就是神通吗 这位女士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刚出生那一天 她就来给她喂奶 喂了三个月 她就飞升 杜顺和尚的神通很多了 你知道吗 他有一阵子 他身体 流龙 身体皮肤流龙 流那些龙 流不得了 流了很多的龙 大家看了很怕 你只要走进 他的身体旁边 你都闻到 他龙的香味 你知道流龙本身是很臭的 皮肤流龙是很臭的 很压格的 但是他人家闻他的龙 都很香 而且还拿纸 卫生纸擦一些龙 回去闻 人戏香三个月 你只要拿他的卫生纸 擦他身上流出来 把这些龙拿回家 放在你的房间 他可以香三个月 你想一想看 现在哪一个这个 哪一个和尚说流龙 你拿卫生纸擦 回去这个 换三个月 会发出香味的 杜顺和尚有神通的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神通 什么神通 有一对这个夫妇抱着小孩子 去给他看 给杜顺和尚看 看病了 那个小孩子病得很重快死了 杜顺和尚他也没有讲什么 他把小孩子抱起来 就走 走到河边 就把这个小孩子 丢到河里面去淹死 淹死去 现在抓器官 现在你是 你讲起来 你和尚怎么把一个小孩子 丢到河里面淹死 那对夫妇很生气的 他说我小孩子给你医治 你把他丢到水里面去淹死 对不对 很生气的 那杜顺和尚说 你小孩子没有死 我指给你看 某个小孩子 浮出在水面上 化为一个鬼 一个ghost 一个鬼 跟着这一对夫妇讲 咬牙且齿 跟这一对夫妇讲 今天是杜顺和尚 杜顺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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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世 就是被你们两位 推到河里去死的 这一世 我转世 我转世 作为你的侄女 就是来讨债的 要把你们两个佛佛的气死 把你们两个佛佛的整死 把你们的钱财发光 还要佛佛把你气死 把你们两位夫妇整死 今天是杜顺和尚 把我丢到水里面去解了你们的烟 然后我才化为鬼 我原来就是鬼 今天是来报仇的 所以杜顺和尚 把我超度了 我就可以往生到好的境界去 那一对夫妇才知道 原来生儿子 是来讨债的 是来讨债的 讨掉所有的钱 到最后把你气死为止 把两位老人家气死 因为他前世把他推到水里面去 这个是杜顺和尚的神通 杜顺和尚到最后 他有些弟子 他有一个弟子 要到这个五台山 跟施政一样到五台山去 朝里文书施利菩萨 杜顺和尚说 你到五台山去朝什么 他说 那个他的弟子叫 我去五台朝文书施利菩萨 他说你去朝土堆 朝土堆 他的弟子听不懂 怎么五台山 是文之施利菩萨的净土 怎么去朝土堆 这个弟子 他也就是离开杜顺和尚去五台山 碰到一个老人家 很神奇的一个老人 老人问他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从杜顺和尚那里来 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朝里五台山的文之施利菩萨 那个老人家跟他讲 文之施利菩萨早就不在五台山了 好